是根据上万件真实诈骗案例改编的电影 因为电影尺度太大并且不与真实 所以遭到东南亚多个国家强烈抵制 同时也对当地的旅游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迫于来自各国的压力 致使现在国内各大平台都无法播出 刷到的朋友请仔细观看 因为每一处细节都可能让你避免一场诈骗 潘生是一个资深的马农 本以为这次晋升副总是在弊点 但是因为同时有一个好跌 副总的位置被取而代之 愤怒的潘生当场摘掉证件 转身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写了一串代码黑进会场的电脑 当场出了一口恶气 然后带领组员准备跳槽到新加坡的一家游戏公司 下了飞机后 负责人以办理转机为由将所有人护照收走 然后上了一辆大巴车 接着来到一条小巷 就在这十几名打手拦住了去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顿暴态 接着戴上了黑色的头套 潘生见情况不秒立马撒腿就好 当跑到一条小巷时 忽然被半路杀出的阿财敲晕 潘生倒地后也被戴上了头套 几人的噩梦就此拉开序幕 等摘掉头套后 潘生几人已经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园区 我姓陆是这边的经理 之后呢 各位为我工作 这些配合 几人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着老陆就是破口大骂 不出意外又是一顿毒打 老陆鸣枪制止 实则是让几人看清形势 接着松绑开始第一波的洗脑 你们想要的东西啊 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 但在我这里可以 还很快 来啊 参观一下 在这里诈骗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现金网 业务涉及之广泛 炒股 挖币 网游 电商 国财等 并且团队分为八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就在带领几人上楼参观时 一个试图逃跑的人正被严刑拷打 接着通过层层的门禁来到诈骗组织的核心 美女荷官在线发牌 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玩不到的 清一色的美女荷官 还有成人陪聊的服务 更恐怖的是诈骗园区的旁边就是一所小学 危机时刻这些学生就是人质 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就在潘生准备休息时 一只老鼠突然钻了出来 吓得潘生坐在地上 而旁边的男人因为逃跑失败被关在了棉队 这时阿财带人走了进来 拿出潘生的手机让其解锁 之后将竹签放在潘生眼睛上并威胁他 随后将笼子里的男人揪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顿捕打 等到第二天潘生有了新的任务 爬虫会不会 相信大多数人对爬虫比较陌生 通俗的讲大佬的直播间有上千台手机 但是不到一秒就被抢空 这不是你手速往速的问题 因为你的对手是一秒钟点击上千次的机器人 潘生拒绝为他们工作 直到耳朵被撕裂才坐在电脑的前面 随着代码的输入 上万条个人信息被复制下来 这时潘生撕下一个纸片 然后写上求救的信息 接着来到了卫生间 天真的拿出纸片想从窗户将纸片扔到外面 可一不小心踩碎了便池摔在了地上 声音惊动了正在上厕所的女孩 然后抢走掉在地上的纸片 女孩看到上面的信息后并没有揭发潘生 而是将纸片还给了他 给公司带来不利的影响后被解约 之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后接到了一个广告 但到现场后却发现是拍擦边写真 安娜一怒之下便离开了这路 但是安娜有违约在身 必须拿出三万块钱的违约金才能离开 好在闺蜜及时赶到 并出钱化解了这场危机 闺蜜又将阿财介绍给了安娜认识 说是阿财这有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 在无法拒绝的诱惑面前 安娜坐上了前往边境的大坝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阿财联合闺蜜做的局 来到园区后老陆拿走了他们的护照 并告知他们完成五百万的业绩才能离开 没想到在第一次发牌时 安娜就来了大姨妈 然后就在厕所碰见了潘生 两人还做了一个交易 我和你完成业绩 你帮我出去报警好了 还没等安娜答应阿财突然出现 潘生见状立刻堵住房门 安娜说自己来了立甲 阿财便离开这里 然后示意潘生先躲起来 可没想到刚走出门就被阿财打了一巴掌 接着拿出一包卫生巾安慰安娜 这时卫生间的开关突然爆开 阿财听到声音走了过来 躲在厕所的潘生将纸片撕碎扔进马桶 按下开关时却发现没有水 而此时阿财正一间一间的搜索 如果被发现纸片肯定死路一跑 于是潘生从马桶里捞起纸片 强人恶心后直接塞进了嘴里 这时阿财推开房门发现了潘生 幸好纸片处理及时没有被阿财发现 这时来人通知阿财有大鱼上钩 最后给了潘生一拳后离开了卫生间 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导演接连收到境外诈骗分子的死亡威胁 因为太过真实 导致至今国内各大平台依然无法播出 孤注一掷这部电影 相信只有在绵北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 这部电影拍的还是太保守 真实的情况绝对比电影里更可怕 接着说回剧情 这天富二代无意间点开了一条链接 美女荷官在线发牌 抱着试玩的心态点进去 没想到接连赢了庄家几把 不知不觉中竟然玩了个通宵 并以自己博士的学历研究出新的玩法 背头法则 就是无论输掉多少 只要下一把双倍下注 十把只要赢上一把就会稳赚不赔 然而连输十把的概率也只有千分之一 阿天自信地以为这样的概率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但现实很快啪啪打脸 等到再次下注时 上天没有对他有丝毫的眷顾 千分之一的概率如期而至 阿天虽不甘心但也只能接受 然而面对上钩的大鱼 杀猪盘发起了猛攻 加上阿天的微信推贷款 并放出了内幕消息 你这样一赔一很难赢大的 我怕在轮盘听有内幕消息 包邮 阿天先用贷款给你又买了最爱的所谓 可这时突然收到安娜发来的内幕消息 根据安娜的提示 阿天大赚了一笔 然而对方好像看透了阿天的心思 紧追不舍地又向阿天推荐了他最喜欢的祖采 但身为博士的阿天 此刻却没看懂攀升发来的求救暗影 反而直接充值了一万五千元 越陷越深的阿天向公司提前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 还卖掉自己限量版的球鞋 如痴如醉地拉拢新人换取免费筹码 并以和同学开店的名义 从母亲这里拿了五万块钱 另一边安娜的业绩直线上升 直到一个月后 催债的人闯进了家里 家人和女友这才知道阿天王主输掉了一把扑乱 好在父亲及时凑够了欠款 这才化解了危机 之后母亲将阿天的手机换掉 但他怎么能就此担心 随后抵押了自己的跑车 并说通女友帮自己下注 破罐子破摔的女友不想扫兴 便答应了阿天 等到球赛结束后 阿天逆风翻盘赢了几百万 就在抱着女友庆祝胜利的喜悦时 却被女友告知中途取消了下注 你病我吗 怎么可能下注 真的 我怕你又说了 我之前偷偷取消了 内疚的女友上前安慰阿天 但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 心埋的唢呐也被摔碎 但是女友并没有放弃阿天 来到反诈宣传科说明了情况 姑娘 我们铺天盖地都做反诈宣传 这提示都印到鸡蛋上 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上当初骗 因为人有两颗心 一颗是贪心 一颗是不甘心 那这到底是赌博还是诈骗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 内幕消息之类的话 有个什么客服说 能包赢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 以网赌为诱饵的诈骗 依旧不甘心的阿天来到奶奶家 骗走了奶奶为她结婚白酒 用的十五万块钱 还偷偷拿走了奶奶传家的御主 还用自残的方式威胁家人 母亲见状只能妥协 然而阿天已经近乎疯狂 打开保险箱后 几大现金似乎都看不上了 放下现金直接拿走了房产证 将房子抵押了八百万后 主动联系了安娜 试图得到更高价值的内幕消息 翻盘心切的阿天给安娜打来了电话 老陆立刻叫来安娜 按照老陆的指示给阿天提供了一个账户 等到阿天的资金到账后 老陆立刻发动境外的水军 分别以网购 刷单 借贷 外汇的多种形式 在短短的十分钟内 将洗白的八百万现金全部取出 然后分别打入几个合法的账户 接下来便出现王传军封神的一幕 杀猪 拜佛 这时阿天再次发送消息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 面对现实阿天终于幡然醒悟 但也为时已晚 此时女友带着父母赶到这里 无言面对家人的阿天锁上房门 从阳台一跃而下 最终经过奋力的抢救 阿天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永远地成为了植物人 家人也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另一边的安娜也成功超额完成六千万的业绩 整个园区也都在庆祝成功收盘的喜悦 发放提成举杯狂欢 而攀升从钱堆偷偷拿走了一张 随后老陆将完成业绩的安娜叫到了房间 按照约定安娜以为能离开这里 但是老陆却没有放走她的意思 这大概是所有被骗去缅北的女孩都会经历的事 这时有人敲响了房门 攀升的及时出现拯救了安娜 她答应老陆做一个自动化程序 把人工克服功能全部放在软件里 应用内置滑感以或配资 提高效率的同时还能节省一大批的人工和资金 攀升提议将所有的人全部放走 并要求拿回自己的手机给家里报个平安 因此攀升也搬进一个干净的宿舍 看见桌上的笔 攀升拿出兜里的钱 然后再次把求救电话写在了钱上 再出去团件时偷偷将钱交给安娜 然后趁机花掉 希望看到钱上号码的人能替自己报警 殊不知这一举动差点让自己丢掉幸运 表面上是团件 实则是拍照发给家里稳住家人 其他人摆出各种手势 而唯独攀升摆了一个溜的手势 然后将照片发给自己最好的同事小高 在上编程课的小高看到后并没有在意 等到拍照结束后 阿财带人来到一家餐厅 安娜以请客的名义来到前台结账 不料这里只收家男币不收美元 见状安娜暗示女人拨打上面的电话 但是女人不为所动 安娜怕被发现只能见机行驶 可就在转身离开时不小心被撞了 钱也不小心掉进撒在地上的饮料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阿财过来买单后拉着安娜离开 潘升趁机接过服务员手中的钱 计划失败也只能另想办法 回到园区后看到满地的钱 惊呆了众人 有了潘升新研发的软件 老陆准备放走多余的人 就在与关在笼子里的好友告别时 潘升把钱偷偷地塞进好友的手里 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然而让潘升想不到的是 这些人并没有被放走 而是被老陆以三万一个的价格 卖到了另一个园区 我把狗推三万一个全卖了 不是放了吗 我是培训好的人 我想买很高的 哪那么容易放了 希望破灭的同时也是噩梦的开始 就在大巴车离开园区时 阿财想买烟却发现自己没有带钱 于是便开始搜身 不出意外的话钱被阿财搜了出来 来到超市买了烟后 正准备离开时却被电源叫住 接着男人就被遍体鳞伤的被拖了回来 然后审问钱的来源 细心的阿财闻到钱上饮料的未来 但他并没有揭发安娜 见事情败露 潘升和安娜同时主动站了出来 后果可想而知 安娜被牙签刺穿了指甲 而潘升则是被活生生的打断了头 好友也没能抬头被杀的恶劣 接着安娜也被卖到另一个园区 为了逃命于是在转移时 安娜打开车窗直接跳了出去 接着一路逃到了当地的警局 结果刚出谷口又入狼窝 警局早已和园区串通一气 当安娜看到桌上的筹码顿时反过来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随后阿财来到了警局 将安娜绑起来带到了海边 接着装进麻袋放进石头 然后扔进了海里 安娜以为这次肯定在劫难逃 不料一个渔船将她从海里掉了出来 解开麻袋然后松绑 接着阿财将护照扔到了船上 并对安娜做了一个手势 阿财为什么放走安娜却不得而知 或许是怜香惜玉 也或许是良心发现 拿到护照的安娜成功回国 另一边失去男友的小宇 每天都活在悲痛当中 就在来到一个路口时 一张小广告插在了车上 小宇看到后立刻拿出手机对付 赵队看见后立刻下车抓 根据线索找到了安娜的真实信息 当安娜回到家里后 警察早已经守候多时 但是安娜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即使真正的警察就在眼前 她也不再相信 警察立刻将她控制起来 然后把她带到反诈宣传的大会上 成千上万的案例血淋淋地摆在面前 从宝妈 白领 打公主等等 无不深受其害 此刻的安娜心里已经彻底自我封闭 依然选择视而不见 直到看见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阿田 然后赵队拿出攀升的照片 这一刻安娜内心彻底瓦解 根据安娜提供的线索 一场史无前例的电信诈骗犯罪 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鉴于当地警方层层包庇 我国警方选择 跟有绝对执法权的移民局合作 可即使这样 在抓捕的过程中 依然受到暴徒的威胁 好在华侨商会会长及时出面 成功化解了危机 经过几天的努力 成功端掉了洗钱的窝点 但是对诈骗园区的位置却一无所获 这时正在讲编程课的小高 有了新的发现 在编程二进制里面 6等于110 小高突然猛地响起潘升发来的照片 并立刻意识到 这是潘升发来的求救信号 而三个6的房子 好像暗示了一个地址 6的首饰则是打电话报警 于是小高立刻打电话 给正在办理此案的检查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一所三个6的小学 但是面对上千名小学生的安全 一时间陷入两难之中 也就在这时 赵队看见送进来的外卖有了主意 晚上乔装打扮成清洁工 检查学校周边的垃圾后发现 垃圾里全是酒瓶 并且每天都会点120分的外卖 这与小学生的饮食正好相反 于是传话了店老板 在送外卖时将火柴放进馒头里 当攀升看见火柴里的纸条时 拖着受伤的腿爬上铁 然后点燃羽毛球 举过头顶触发烟雾报警器 触发了火警后 学生们立刻聚到了一起 同时所有的门禁全部失效 武警顺利通过所有的关卡 将诈骗团伙围在体育场 一场跨国抓捕行动完美结束 再次告诫所有的同胞 别信 别贪 别冲动 即使天上掉馅饼 也不要相信会砸在你的头上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反诈从每一个人做起